新城乡嘉兴部落16号上午举行了部落聚会所的开工仪式 这个部落长期以来没有聚会所可以使用 每次碎石祭一和活动举办都必须要借用私人的空地来办理 而聚会所是原住民族重大的节庆举办场地 也是族人生活修气仪式祭典和凝聚部落精神 促进文化传承的重要空间 因此新城乡的合理台上任之后 尽力来争取要建设部落聚会所 祁福典礼由陈明峰头目率领着乡亲祈祷主任们敬拜祖林 立临典礼有新城乡长何立台 立委 郑天才 仙艺人郑宝秀 邱光明 李正文 李博士依赖 县府北七服务中心副主任陈静德 新城乡名代表会副主席张梅华 代表陈伯昌 郭彩宝 林志胜 副伟豪 李秋南 吕春梅 田津峰 嘉兴村长邱明雄 新城村长胡明雄 原民处府新科科长多利达少 嘉兴老人会会长林阿春 各部落事务组长 各家政班班长等共同来祈福 今天现场何立台也感谢大家的支持 来实现一部落一聚会所的认策 不管在中央也好 在发力县制我的协助之下 一方的建设可以说都是在其他乡舍来讲 林列前茅 我们要表达感谢之余 谢谢我们郑立委 其他的立委 以及我们县长 习县长大家的帮忙 这主要还是我们县议员 几位县议员都协助非常的多 包括今天在任的议员 我们政委员来的代表会 上面有了部主席 还有我们说的代表 大家前列的支持 所以我们一个工程才能够有一个起步 这完全是大家的功能 所以不除公所团队的努力以外 也要得到我们这部落的相信的支持 工作从来难过来完成 尤其加薪村 这个可以说一波山子 这个聚会时候一波山子 真的一波山子 从我上任之后就开始启动 包括政委员跟空军的这个协调 以及各位议员的协助帮忙 攻守团队努力 在7年就已经花包完整 还有一些琐碎一些事项 在建设客的这个客户之下 现在都能够顺利来 原本来动土 我要表达感谢之意 可以代表 时针子一台客服高涨的营建物价 让各部落聚会所 足以来动土也足以来完工 其中包含了双岸部落聚会所 北埔部落聚会所 复兴部落聚会所 已经完工了 目前四桌中的 更是有华阳部落聚会所 大德部落聚会所 部落执行计划 80米蛋聚会所 厕所及文件站设施 今天动土的加新部落聚会所 感谢原民会主委 张巴洛尔 见到许正位 立委成云 郑天才 各主委议员的协助 也感谢新产商业代表会 全体代表的支持 使得各部落聚会所 得以兴建 吸收打造 相信主门 优质的活动空间 记得讲 先讲吧